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全日总结的环节 这次嘉宾大赛Jason和我们总结一下 今天中港股市的走势 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先和大家看看内地股市 收市的表现 上证指数全日收报在2897点 升幅0.81% 升了23点 深证城市方面 升幅2% 升了167点 全日收报在9703点 护芯300指数是升幅0.3 升10点 全日收报在3104点 创业板指数升幅2% 全日收报在1953点 Jason 见到内地股市是继续做好的 护芯两市是双双高开 上证指数曾经上过去2900点流上 虽然未收益在关口 但已经连续5个加月日上升 受到总理李克强说会适时启动深港通 深圳股市今天表现明显好过跑赢上海的股市 不过两市成交就有一个缩减的情况 缩减了两成半 Jason 你看 深港通这件事 是不是真的短期内都可以刺激回内地股市的走势 你说内地股市的规模那么大 市值那么大 即使你说最近真的开了深港通也好 都不会有一个太大的帮助 一来就说之前沪港通的经验都说到给我们听 就说本身香港的资金环球资金 其实是利用沪港通去到买上海的股票 其实那个额度相对来说不是说特别大 很多时候都是融入了那个额度 那另外你说深港通 那你来着去开的 那本身都只是说将之前有的渠道进一步去扩大 那你说深圳那些股份 那如果你说真的比较受香港投资者 或者国际投资者比较欢迎的 或者比较独特的 那都可能是他们那个创业版的股份 那但是这一类的股份 本身对于这个深圳城市来说 那个占比又不是说特别大 那所以我也相信 就说深港通会推的 这个因素都只是带来一个很短线的刺激 实际的作用呢 我觉得又不会说那么明显的 那反而你说内地股市整体来说 都之所以能够升 都是因为大家仍然都是 憧憬整个两会行程 虽然你说好像人大那个的会议 都是召开了 还有就说李克强的工作报告 都叫做公布了 那去到今个礼拜 其实都还有相当多的官员 都会在那个人大的会议 或者是出席的一些叫会后的记者会方面 会发表一些的言论 那大家都会有个憧憬 就是他们会不会说那些东西出来 都希望振奋整个市场的信心 又或者都希望带个定心软给大家 接下来内地的货币政策 都有机会是不再转一步放松 人民币不会有个大幅度的贬值 又或者内地的经济增速 都可以保持平稳等等 那因为在两会方面所说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其实市场上面一早已经是预期了的 还有去定的那些目标 包括GDP增长 货币供应量 财赤的比率等等 都属于市场预期之内的 所以如果你说单讲回 就是之前那几天两会方面的行程 暂时又不见得到特别的刺激的 但是希望它在未来的日子 都可以有一些具体的政策会落实 还有就说在这个礼拜都会出的一些经济数据方面 希望都可以有一个回稳 那整体我自己看 内地的股市去到这些位置 属于一个挺关键的水平来的 因为之前如果你说说上证 大概在2930点这个位置 都是叫顶住了 如果你说这一阵能够成功突破到这些位置 那我相信整个向上那个势头 还可以延续下去 相反地仍然是顶住这些位置 升不穿 接着一下大成交是打回来 可能就说整个走势 都仍然是维持一个所谓横行市的格局 暂时都可能未有一个明显的突破 所以内地股市在短线来说 都要看实了 2930这些位置能不能够是升得穿 明白 内地股市都继续观望着 但是见到港股方面 似乎是炒股不炒市 因为重磅股全部都偏远 中移动和汇控跌幅都差不多 百分之一 腾讯都是偏远的 见到个别股份就有追捧 当中国企指数 今天都是全日都跑赢了恒指 看回国企指数方面 整份股 长城汽车 今天是越升越有 就见到他上星期五收市之后 公布了的销售数据 被大行解读为都是做得不错的一份数据 Jason你看回 他之前的股价下跌了很多 这方面销售数据的增长 都更加去到六成多 都是一个远远是胜了市场预期的数字 这个数据出了来 都见到不少的大行是要唱好些 把目标价也看高些 但是单凭的数量又不能代表一齐 会不会就说长城本身 压着太多存货 都是希望有一个叫做是套现的 会不会就说这一下 有个明显的销程 都只不过是提供多些的优惠 给那些的分销商 给个大一点的discount他们 顺便是清一下存货 如果你说出现这个情况 其实到最后 实际他们赚的钱未必特别多 因为可能它的减价幅度 有机会令到无利率方面有多大的压力 更何况你说内地SUV的汽车市场 虽然今年的增长 大家看都仍然会比普通的轿车 但是你说内地现时的SUV出产的 整体竞争产能方面 亦都是不断地提高 变相如果你说需求的增幅 未来一旦放缓 但面对竞争亦是大了那么多的时候 我都相信SUV这个市场仍然 还是会有些潜在的隐忧 变相长期这一段弹上来 我觉得你说再追那个空间 不是说太大 要留意一下 你说即使这一阵再上的 可能大概上到大概7.7 至到一月份的高位 大概7.2 都是阻力 穿到这些位 再上高一点大概是8元左右 我说明白 我看到今天那些基建铁路股 都有些消息炒上的 因为5号的时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就发表了 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就说 中国基础设施和民生的领域 有很多短板 产业是极需要改造升级有效的投资 仍然都有很大的空间 今年要启动一批 十三五规划重大项目 完成铁路投资8千亿人民币 以上 还有公路投资是1.65万亿 再开工20行重大水利工程 建设水电、核电、特高压、输电 和智能电网 还有游戏管网 城市轨道、交通等等的重大项目 见到他说完工作报告之后 随眼就短期看好铁路股 一八零零今天升幅 就挨近百分之四 收报在七个百号百 短线你还可不可以再提估一线这类的股份 基建整体的板块 我仍然看得比较正面一点 但是如果你说要比较底下 纯粹做铁路为主的 中铁、中铁建、蓝车这一类的股份 相对可能会比较落后一点 因为刚刚都提到 你说铁路固定资产投资 今年那个目标增长多少 都是跟去年是一样的 基本上维持8千亿人民币 岸年来说是见不到一个很大的增长 甚至乎都可以留意 就是说如果去铁路项目方面 整体的利润率都可能比之前来说是降低 特别就是高铁那个的项目佔比 可能都比起之前来说是会有的 是会落的 反而我们都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说铁路以外的工程 包括说工路 刚刚提过工路的增长都有 整个5%至6% 另外如果你说再说一些 环保的项目又或者是一些 港口等等这类的工程 可能增长的空间会特别大 你看回中交建这类的股份 本身都是属于业务是比较多元化 不是单单集中是做铁路为主的 所以如果你说未来大家炒整个工程 整个基建的投资 是会由之前铁路为主到到未来 是会有不同的项目开工的 可能对中交建方面的帮助会较大 亦都是解释着 今天股价会是明显跑赢大市了 明白 跟大家跟进 港股今天的收市的表现 我看到全日收报在20159点 偏远跌了16点 跌幅0.08% 国企指数升幅0.8% 是升68点 全日收报在8626点 大市成交有749亿 Jason刚才说过 猜猜有持有吗? 没持有的 多谢你的分析 休息一会 再到其他直播环节 待会再见